哈啦,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故障故障 好啦,我消失几天了 然后我发现回来那个行情也没有什么变道 所以我消失的这几天是值得的 吃的好,玩的好,睡的好 好啦,星期一的还是要露面一下 反正这个东西我也不懂会做多久 但目前还是有一点兴趣的 还是做的挺开心的 认识到蛮多朋友,还是给我有点动力 所以你们如果是支持我的朋友 请帮我点赞留言分享一下 让我更有动力每天跟你们讲废话 好啦,开始啦,今天就讲这十个 然后我从比特币开始说吧 比特币上个礼拜破了一个蛮关键的一个支撑了 下破回踩 然后这个礼拜有两个level 我就是蛮喜欢的 你们可以考虑关注一下 第一个level其实在凌晨的时候好像已经碰到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蝙蝠形态走到一个886 这个第一个level 可能这个蝙蝠一走完行情又要继续跌了 因为这是886 如果如果这个行情直接又上破的话 那也不要慌 那我们就等了 等到回到回到这个两千 两万七千七,两万七千八这里 我们继续高空 这是一个四小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主力 我们回去四小时看 然后把这个转出来 四小时看一下 这是超级棒的一个主力了 所以这个是连那个7月到8月的高去到这边 所以两个level 我只是我希望的话就是今天这个level碰到直接跌下去了 希望了 因为我还有一些空单拿着 然后利润很多个变到很薄 然后有些赢的在补一些亏的 但总体还是在少赚一点 OK 这是比特币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也是 比特币反弹的那个力度比那个以太坊强一点 然后感觉这个以太坊目前在 还是在一个 9月份的一个底吧 然后也是感觉弹不上来 但真的有弹上来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捕捉做空的一个好机会 OK 希望他再弹多一点点 来到这条线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主力 然后继续高空它 可以看一下Solana Solana Solana Solana好像今天有一点点力量 当然也不要太兴奋 我觉得就是 回调到一些主力 我觉得就是高空的一个好机会 这个Solana我没有选 我没有选 但真的有反弹一下 回到22块60 这里应该是一个蛮好的高空机会 OK 这个礼拜就是这样看的 然后有到这些level 我们去做空 没有到的话那就 就哭了 OK这个上周就是我有发在那个twitter上面 act上面了 就是我高空在这个level 它砸下去了 然后目标一目标二都有达到 目标一是382 目标二是618 我的平均出厂价在13 1370左右 其实也没有赚很多 在14左右 30块左右的一个利润 这波反弹我全部出了 平均出在137左右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上个礼拜 我没有时间做视频 我在外面玩 然后这边它其实也走了一个鲨鱼 走了一个886鲨鱼 OK 所以你错过了第一次 你有第二次的一个886的机会去空它 然后这一波下来了 你错过了第二波鲨鱼的话 今天这个礼拜下几天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机会 它会来一个二探这个鲨鱼的反转区 然后二探完了 可能还是可能 我猜的 还是看它跌 这是MKR 所以利润到达的 记得要出一部分了 你全部不出的话 这样一反弹 你又白费时间了 OK 改天我有空 我会搞一些教育视频 我觉得我现在都不开课程了 搞一些教育视频 教教你们 不然很累 每次我进场我出场 我做的每一个 步骤要一个一个跟你们打电话 又跟你们讲 然后不讲的话又怪我 讲的话也怪我 哎呀我很难做人 所以你觉得我难做人 那么请你帮我点赞留言分享 嘿嘿 好了这个Rose 这个是我亏钱的一个小单 然后这个我4020进的 然后我4020嘛 然后我就把止损失在这边高一点 4060我出了 所以这个小损亏一单 这单因为如果B突破的话 他应该会上去完成一个蝙蝠形态 所以我等他完成蝙蝠了 我再重新再布局一下做空 你们关注一下4150 设一个警报 4150这边蝙蝠完成可能 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空的level OK 4150的Rose 然后VET我还拿着这个慢的钥匙 这个没有到达我的目标价 然后他只要不破我的这条趋势线的话 我就继续拿着他了 所以今天掉一掉 我再要670斤了吗 还是少赢一点点了 累了累了拿这个VET 希望快点爆铺爆铺 快点扎盘 有人叫我讲Gala 我也不懂这个要怎么玩 Gala来到一个底部了 就是要3的这个底部 然后开始好像要反弹了 然后找一些阻力去做空 如果有反弹到这个level的话可以考虑 还没有到这个level的话继续等待 是一个警报 我觉得这个level弹到这里应该不难的 给他痕一痕 痕一痕 拉一下出货 可能14以上 再看一下会不会 可不可以高空他 Gala 然后有人叫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要看那个日信 特斯拉等待一下吧 上次我讲的这个level 288碰到了真的有些反应 现在我觉得市场可能要来一个二探 所以希望二探完成的时候 你们还活着 因为市场永远在 只怕你不在 希望特斯拉来一个二探 反转区285以上 我们可能再抓一波 还是偏空的 我觉得我不懂 为什么股市好像很 不是很理想的感觉 标普 纳指在跑 可是这个特斯拉在跌 奇怪 我黄金真的飞到不认识父母了 还好 其实 4小时看一下 黄金突破这个阻力了 不懂会不会像之前这样 加突破直接回来了 不知道 反正上次我发视频的时候 他在183184左右 有说这边多多多多多多 19左右 你有部分指引 那个是对的一个选择了 但有没有去转空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level 现在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阻力 是不是站着会有一些回暖 或者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关注一下吧 这个level不要在这边追多了 你要玩空 可以你不要玩空 你也不要去追多 不要这么奔 去追这么高的level 真的要做多 你等他一些回调再去追吧 反正黄金我要说的是 这个礼拜 星期一现在 到了一个阻力 这边追的话 风险很高 我们自己想啊 用头脑不能想用屁股想 OK 然后 就一个 有人问我 美股美元对新币 新币是我的国家 所以我要讲一下 很久没有讲 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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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我用USDT换新币很好花 上次最高跑到哪里 上次最高也跑到1.44 超舒服的 这个我也不懂 他现在是不是顶了 然后 我觉得长期还是走一个牛市的 他如果有些调整到 第一杀武器这里 可能是一个抓多的好机会 继续看多吧 美元强 新币不用做第一做 第二也很舒服的 好啦 今天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这个礼拜发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